OK Converted 第十五章的第三节 Have been converted 这个convert是转换 一般字面上就是转换 你把什么东西转换成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送进来的是水 然后经过转换 它就变成了分开来变成氢跟氧 converted to 变成一个什么东西 我进来的是什么 我不晓得是什么某种肉质 然后出来之后 convert它就完全转换成一种 酶或蛋白质或什么东西 OK 这个叫convert 用在信仰上 用在信仰上 你本来信某种宗教 但是你后来改信了 比如说我因为嫁给我先生 我先生是基督徒 他或者是他是天主教徒 我为了要跟他结婚 或者是我们为了维持 希望能有一样的宗教信仰 I was converted to 我就可以讲converted 变成什么的话 转换成什么 要用一个to I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我就转信基督教了 这个就是convert 他原来不是信这个宗教的 他是convert了 他就转换了 有的人就做这个见证 我原来是佛教徒 但是我后来信基督教了 就用这个字convert I was converted to 我原来是穆斯林 但是我后来转信基督教了 convert 他的丈夫是 有的人比如说 他丈夫介绍一下 他丈夫 他丈夫是基督徒吗 我看到丈夫好像以前不是基督徒 He was converted to He was converted to 他也转换了他的信仰 所以在信仰上面 你转换过信仰 我们用的字就是这个converted 这些Gentiles 这些外邦人 他们当时在那一带 在迦南地 或犹太人附近的地区 希腊地区 很多人是本来都有拜偶像的习惯 有信崇拜其他的宗教信仰的 但是因为这些使徒的传 这个来这个宣扬 这个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都converted 他们就改变了 他们都转向了 OK 来归主 所以我们叫归主 他们就转变了他们的信仰了 converted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Gent老师 你刚才说这个converted 它是在用在你刚才说什么 水进去变成氢和氧 是这种性质上的变化 不是它的形状 就说的是比如说变成冰啊 或者是变成什么 是这种 等于整个性质都变了的那种变化 converted OK 这个字转变成为 其实我告诉你 这个用法 很多人对于我们不是科学家 学问不高的人 很多人 很容易各种都用convert 我看到他比如说进去的时候 是大块的肉 出来就已经变成碎肉了 这个性质没有改变 形状改变 很多人就用convert 直接就用convert 用的很广 对 他用的很广 很多方面都可以用 对 没错 这个字很平常的一个字 那如果说你 我们讲这两个字 来比较 比如说我们今天学的convert OK 我们另外一个transform transform你在里面是不是常常听到 在基督教里面常常听到transform 这个像Jeffrey老师的那个上课 他叫transformation OK 所以convert跟transform有什么不一样 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什么时候我们用transform 什么时候用transform 这两个都是改变 都是change的意思 他都改变了 OK 所以这两个一般来讲transform比convert更大的转变 OK 更大的转变 然后比如说我用一个什么东西 我把家里改装 原来我这地方是车库 我现在把它铺上地毯弄个窗子 这个车库里头也住人 这个就是convert 这是convert 把它原来的功能 这个是一个车库 现在变成里面放上床 放上家具 人也住在里头 这是convert transform呢 transform要怎么解释 transform在基督教里面的话 整个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transform比如说 变形金刚的那个那个变形 它是一个 它叫transformer 没有 transformer 或者是它的名词有一个是transformation OK 这个是整个改变 是大变形 变形金刚就是用这个transformer transformation OK 那我们在那个Jeffrey老师的课里面的时候 他用的是 他讲他用transform这个字转换 这个转换有改造的意思 是整个从里面到外面 灵都改变了 叫transform 所以我们在接受这个信仰以后 灵进入你的身体以后 你整个人从里到外 你整个人归向主以后 你是全然的改变 这种我们叫transform 我们不叫convert 我们不用convert 我们用transform 所以transform是一种更大的改变 我们甚至可以叫改造 从里到外 整个人全部都变化了 叫transform OK 当然变形金刚 如果从你的角度 你觉得那不够大转变 你也可以用convert 可是呢 商业效果 他为了强调那个变形金刚 整个变得你都完全不一样了 OK 所以他用transform这个字 所以transform给人的感受 就是大大的改变 变到从里到外 都完全不一样了 叫transform 或者是他的名词 transformation OK transformation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很好的问题啊 非常好 这个transformer 我在这里强调一下 transformer还有一个意思 transformer 我们可以字面上看是什么变换器啊 或什么东西 对吧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变压器 就是用这个字 transformer 比如说我现在在美国 我们是多少 我是220的福特的电压 我到中国去 我就带一个变压器 OK 就用110的电 我就可以用了 这个OK 叫transformer transformer 变压器 OK 我们买来之后 可以改变电压的 叫transformer 好 所以transformer transformation 是他的名词 整个改造 改变的这个 名词 transform 是动词 convert 也是改变 OK 就是他们之间的差距 就在这里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以前我去那个disciples 今天我又听了一个 那个apost apost apost 对 就这两个单词 给讲一下 我这叫生 OK disciples 是什么意思 disciple 门徒的意思 OK 那apost 你注意到apost 用在什么地方 使徒的地方 使徒 那门徒跟使徒 差距在什么地方 我们看一下disciples 我不知道哪里有disciple 这个字 看一下